你好 欢迎收看3月2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联市农业有机大县 有机的耕种面积居全国之冠 县政府致力推广农业发展 从智慧农业到食农教育 落实向下砸根 积极和学校携手合作 县长居正位特别出席的水产培育所举办的 食鱼教育及鱼菜共生体验的亲子活动营 期盼县内大小朋友共同参与 让假日时光可以成为富有 县长学生表示 花联市政府在109年2月份成立了 第一个有机农业促进办公处 并且在每个月举办有机农业讲座 努力将花联有机农业提升层次 打造有机首都 让台湾看见花联 也让国际看见花联的实力 现在学生表示 县内已有767个农场 作为花联最大的鱼菜共生农场 是亲子走访的好去处 希望所有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们 希望大自然体验花圆的好生好水好环境 今天我们希望再次活化我们的鱼室所 让大家知道鱼室所的功用在哪里 无论是对于原生鱼种的宝 这个宝种 还有这个繁衍鱼外 还有也就是另外就是可以让大家 来花来鱼室所 来看看我们的整个鱼的产业链 还有我们鱼菜 现在在推的鱼菜共生 其实鱼菜共生在花里 已经推动非常非常多年了 尤其是我们在太鲁阁 有一个767鱼菜共生的农场 这是我们这将近十年来 每一次只要有大陆的参访团来 或者是全国世界参访团 我们都会推荐到太鲁阁 767鱼菜共生的农场 另外其实在远雄海洋公园 海洋世界也有一个鱼菜共生的事半基地 而整个农业产业链里面 我相信从小食农食育教育开始 再到我们长大 我相信这对一个台湾 整个农业的产业链 会有很大很大的转变 尤其是花莲环境之好 然后花莲的生物的多样性 多样性 所以像现在还鱼鱼河 还水鱼河 现在都是我们在推动的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 还有孩子们 常常走进大自然 体验到好山好水 以及我们大自然最好的疗愈 就是我们美好的环境 感谢今天我们的李延诚校长 带领的我们所有的孩子 以及家长来到这里 我相信未来这也是一个 我们向外教学很好的点 那我们也更希望能够突破 礼拜六礼拜天 就是像我们公务机关的 二级三级单位 礼拜六礼拜天 都可以对外来开放 现在学生表示 水域首次花莲县 食与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 正在规划加日开放 成为未来体验活动的重要据点 于是在今年五月份 临近的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即将完工 未来旅潭一带 势必成为花莲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来 coolne job .sobρο 好 你好